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有品光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二手樓盤 就是我班農Raymond的Listing 我們的地位是Richmond 區域是McLeddon North Garden City 加Coke Road 一個2015年起好的高階建築 發展商是Concord Pacific 我們現在就在建築中 樓層在12樓 單位是1206 這是一個向北邊和東邊的Cornet Unit 885呎兩房兩個洗手間 一個車位 一個Storage 這個建築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2015年起好的 其實是同區大家看到 這堆高階建築或低階建築最新的建築 其他都是04、05年至08、09年起好的建築 因為2015年起好 現在是6年90 還有2510的10年保障 這個建築還是有保養 我們來介紹一下地位 是旺中大靜 由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我後面 去的是Richmond Center 很多樓很密集的地方 其實就是Richmond Center 這裡你要走過去的話 我相信差不多要18分鐘左右 如果你散步就OK 但你一抽二代拿回來就會很累 但如果你要過去 你開車就5分鐘到 或者你也可以乘巴士 大家看到這個建築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建築 再去到那邊有幾線行車 比較忙碌 其實就是Guardian City Guardian City的這一邊 以及過了Guardian City 都會有些巴士站 至少有三部巴士去不同的地方 這三部巴士 都可以去到Richmond Center 就變成你搭巴士過去 連同等車時間 大概十多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去到 說回方向 這邊是向北邊 我們看到山徑 雖然附近有些建築 但其實都不會正對住 所以都看到比較遠的景 那一邊隔了大草地 外面那邊 其實藍色黃色那塊 就有Warn Rock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地區 你一樣搭巴士可以去到 還有再後面 其實有些高高高 那邊已經過了橋 有三條橋可以過 對面Marine Gateway 那邊是黃庭超市 跟大家拍片分享過 來到這邊就是東邊 東邊基本上沒有高高高 其實完全可以看得很遠 一路過去 其實我已經有看到橋 那邊橋過了 對面就是我住的那裏 這裏開車過去 差不多十多分鐘 然後再遠一點的 Haira就是Suri 東北邊那裏有一堆高樓 其實已經是Low Hit 能看到高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得很遠 這個建築 樓高是18層 在這裏會看到18樓 但其實因為中間過了 13、14 所以我們12樓 打上已經是15樓 16、17、18樓 還有四層樓高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所以我們都算是 這個建築中比較高 這是露台位 露台也是CORNER位 上面有Cover 亦有一個小圓柱 你不太察覺 因為它是病了在旁邊 露台進來 其實這邊 大家看到這盞燈已經扔下來了 其實這是Dining Area的位 假設是放了飯 可以吃飯 這個積積 總共是885呎 兩房兩次CORNER unit 它分開了三個地區 廚房地區 飯廳地區 還有那邊是Living Room 我們稍後回來廚房 我們看了飯廳位 這邊是客廳位 客廳兩邊窗 這邊是北 這邊是東邊 現在看上去前面這塊地 其實都是樹 未來會不會有開發 暫時還未知道 現在沒有圍板 什麼都沒有 還有很多綠化的地區 然後大家看看 這個Living Room 這個地方是用Base Board 去做熱量 所以你自己給電費 自己給暖氣費用 這張牆會是電視位 可能梳化可以放一個在這個地方 來到這裡就是全大小的廚房 剛才說了 它是Diving Area 廚房 客廳分開 如果我在這個位置煮食的話 其實我都看到整個角落的景 我都看著東北邊的雪山位 那邊去洗菜 這張牆會是很長的 這張牆會是很長的 這邊全部都可以放三張 我想最少都可以放三張 在這個位置比較窄 如果你真的坐在這裡 就比較難走這條通道去飯廳 這些都是... 這些是不是櫃來的? 有兩個電掣 這張是Quartz countertop 大的洗手盆在這裡 這個也可以拔出來的喉 然後這張牆會放了小碗碟機 這張牆是Mila 然後也是例牌 其實原來2015年的時候 Franco Pacific 它下面已經有做垃圾桶 可以拉出來的配置 這邊就放了微波爐 陷入式的 但屋主應該是換過一個新的 所以看到Lining 可能未必最適合 但新正一點 下面也有櫃桶 然後這個是整個可以拔出來 放調味品的櫃桶 這個比較寬 因為它是兩房的unit 所以它的爐頭和雪櫃都是30吋 有個雪櫃加兩格櫃桶 下面是冰櫃 然後上面也有少許住民空間 很少的 不多 這邊就是煮飯的地方 這一塊是Quartz 跟Countertop一樣 上面這些是天然石的磚 下面一大塊 縫在這個位置 這裡也是一塊 上面是七油煙機 這裡兩邊是一個 Open Shelfing Unit 然後樓上還有住民空間 這裡是風管位 這邊都是放東西的空間 下面打開門之後 下面有三格櫃桶 可以放東西 Countertop有四個Gas爐頭 Gas會包在管理費裡面 下面是整個大焗爐 兩個都是MILLA牌子 包括七油煙機都是MILLA 除了微波爐之外 所有電器 整個包裝都是MILLA 我們看完廚房之後 我們就看看兩間房 首先來到這裡 我們現在看到的 會是第二層屋 以及客廁 如果住在這間房 就用這個洗手間 我們先看看房間 房間是地毯 我脫了脫鞋 房間是向東 這些大玻璃是開不了的 開的窗就是這邊 因為它屬於內街位 所以比較安靜 沒有Skytrain走過 也沒有含含的聲音 那些大的馬路 Garden City是外面的Block 稍後再給大家看看 這邊就是衣櫃 再給大家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 因為它外面的洗手間是用了洗手間 大家看到洗手間是有雙手 這些長磚都是Tiles 這是可以拿下來的Handheld Shower 也可以調校高度 牌子是Rove 地板也是鋪的Tiles 有去水位 這些Medicine Cabinet 全部都可以打開 上下也有燈條照明 洗手盆下面也有櫃桶 可以拔出來 兩格 就是這樣 這邊就是Washer & Dryer 這個是Mila 應該都是原裝15年的Dryer 下面是Washer 這些是風管位 這裡有隔層網 那邊還有隔層網 大家記得定期要清 然後來到這裡就是主人房 給大家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跟第二格層 是同一個方向 都是向著東邊 朝早陽光好一點 不會有西斜 不會太暗 主人房的話 他的closet 就有多些organizer 不是只有一條通 這裡會有兩三格櫃桶 洗手間 就在主人房的套廁裡面 剛才外面的是Shower Stove 這個就是Bath Tub 現在大家會看到 比較多新樓的設計 其實都是反過來的 是在主人房的洗手間 是Shower 外面才是浴缸 這個設計就反過來的 我知道有些朋友喜歡 主人房裡面有Bath Tub 下面一樣 照理兩個櫃桶 Medicine Cabinet 那些全部都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Storage 就是直接在部份裡面 我們走到這裡的話 這條走廊通出去就是大門 這個就是我講的Storage位 它不是一個Lock 放在停車場 而是In Suite Storage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包括Storage裡面 也放了網絡網絡的板 有燈外面 可能那個燈口笑了 這邊就是門口位 門口位進來 還有它自己的房間 這邊可以掛衣服 出大門口的話 Concord Pacific的房子也是 門口通常有個漂亮的標誌 出到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就是走廊的地方 我們差不多到達N unit 因為我們是Corner 走到走廊前面有樹的位置 其實就是降機 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這個盤的位置 還有附近的坡坡 地址是1206 是unit number 9099Code Road 我們是屬於McLindon North的區 掛牌價是$79.2萬 建築是2015年 6年樓0 去年的地稅是$2516 兩房兩個洗手間 是向東北的corner unit 有一個parking Storage是在unit裡面 不是在parking area 885呎的unit 管理費是$483.91 包圓藝 包含煲湯 包熱水 包鑽雪 包含垃圾 排污費 建築是這一塊 門口是對著Cook Road 這一邊是出門口 稍後大家都會下去看看 下面也有很多泊車位 街位可以拍 在南邊 隔了這塊東西 走到後面就是一個公園 稍後會跟大家去看看 外面這裡就是Garden City 我們是一個比較內心的建築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安靜 不會太吵 剛才說的兩個巴士站 一個就是這一個 在Garden City外面這裡 走過去三分鐘 一個就是過對面馬路 走多兩步就是這裡 這三條巴士線 基本上都很相似 無論如何都可以去到Richmond Center 如果你是走遠一點的兩條線 這個好像是405和408的話 你就可以去到Vancouver 也會經過IKEA 你這邊除了去Richmond Center之外 也會經過Lansar 經過食街 經過Walmart的地方 有兩部升降機 因為樓層不是很多 unit的項目都不是很多 都可以舊的 然後大唐這邊有一個Concierge Concierge不是24小時 一至五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 星期六日比較少 10點到8點 有些坐下的地方 都是比較多的玻璃 比較開洋 一樣因為都是有Security 所以你也要按鍵才可以開門 外面進來的話 都會有這個Fallup 要吐了才可以進去 我們現在已經出到 這個建築的外圍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是Code Road 前面的大横是Garden City 這個建築是一個High rise 再加一些Low rise 還有一些Town House 圍著附近 如果是後面也有loading zone 如果是車的話 就會在這個位置進去 我們走了幾分鐘 走過來建築的正南邊 其實大家看到我後面 正後方的銀色的建築 就是我們剛剛9099的Code Road 那一棟樓 走到這個公園 其實它都有很多停車位 然後有很多樹、草地 亦都有一個小朋友玩的地方 如果你要帶寵物來放狗的話 再前一點 都有一個unleashed的地方 可以放狗的 所以比較適合 一個大蛇來玩 或者有小朋友的家庭 散步也很方便 不一定要走大街散步 可以在草地 在那裡走一走 都挺漂亮的 尤其今天天氣多好 就很舒服了 看到很多書包 小朋友都在玩 這裡的公園都挺大的 走到中間 是有一個小湖 很小的 像池塘一樣 變了有山有水 那邊就是 我們可以走過去看看 我前幾天去完 我們玩了off road 去了Chimpik 在那裡跑了一會 現在腳很累 跑不到 對了 有些小鴨 小鴨 這裡有野餐椅 這些會不會開河花 我想起以前去西湖玩 因為旁邊有很多大河葉 到了六月份會開花 不知道這裡會不會 好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了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多些不同的樓盤 拜拜 有家博士 乖 是 小鴨 北 有 Nav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